我們在這裡要證明N加0等於N 在什麼都未證明之前 我們首先要Define清楚 究竟對於自然數來說 這個加號是什麼意思 由頭到尾我們都沒有說過 究竟加法是一回什麼事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在這裡開始說了 對於自然數來說 0加m的話 就定義為 這個不是等於 你看到等於前面有個沒有好的話 這個是一個定義的符號 其實我定義就是怪獸、哥斯拉或者什麼都好 你都沒有一個符號 因為這個是一個定義 這個不是從任何推導推出來的 這個就是定義 定義當然可以改 你覺得定義不夠好 這個可以改 這個我以前也會說 但是定義就是這樣 這些東西沒得爭的 總之就是這樣 我們由這個定義 0加m 這個東西等於m 這個是加法的第一個定義 然後 然後n的successor 加m這個東西 就等於 定義 定義為 n加m的successor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關於自然數加法的定義 然後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證明 n加0等於n 很簡單 對於自然數來說 我們可以用 第五條axime 就是數學歸納法 給我們的東西 我們可以寫 我們用mi mathematical induction 就是數學歸納法 在哪個variable上 因為有時候你認識 如果有很多有abcde 你要講清楚究竟 你用在哪個variable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搬數學歸納法 那一套出來 那 for 第一個case 當它是base 它的base case 就是n 拿最小的就是0 那 丟到這條色的左手邊 n丟到它 如果它變成0的話 就是0 加0 那0加0 是什麼呢 根據我們的加法定義 因為 由於我們現在證明的東西 不可以靠我們 所有的sense 那我們 一定要根據我們之前的某些東西 才可以的 我們的起始點就是加法的定義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用加法的定義 0加m 這個m 是溫騙所有的字元素 就是由0開始 那0加0 那當然在這裡 0加這個東西 0加m等於m 那0加0就等於0 0 0 0加0就等於0 這個是我們由加法的定義 這個我們由加法的定義拿出來的 0加0等於0的話 你把它放下來這裡 如果n是0的話 即是n加0 是不是等於n呢? 我們看到0加0 又是等於0 所以這一條呢 就搞定了 即是我們已經搞定了第一個case case0 然後我們就要進行一個assumption 我們assume assume assume我們剩下的...不是剩下的 assume我們的casen呢 casen casen n加0 這個東西等於n 那這個是... 我們的assumption 那我們一開始... 成立了第一件東西 然後我們assume有一條rule 有一個starting point 那這一條就是我們assume的rule成立了 然後我們看看之後會不會 work 嗯... n加0 你的n 嗯... OK 那我們assume了這東西成立之後呢 那我們... 就... 想證明一些東西 我們想證明什麼呢? 那你看到如果... 在... 在... 望望帶口 或者整個證明 你自己看回整個證明裡面 那我... 會喜歡加多一句才贏 那就是release to show that 你見到我都特別用不同的顏色的 那就告訴大家聽 嗯... 摺著下來 或者在一個... 短篇 在這裡剩下的paragraph 我想證明什麼 我想wish到一個什麼的conclusion 那... 如果我們證明了那樣東西呢 那我們就叫做完成了一part 或者甚至是整條證明已經正完的了 那所以呢 那... 我們... 證明了... 0 這個case assume n 是可以的 那... 剩下的當然就是... n successor這個case 那我們就想證明 關於... n 的successor 就是n plus 加0 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開始寫了 好... 那... 我們可以開始寫了 剩下的case 好... 那... 這個n這次是什麼呢? 這次就是n的successor 加0 這個東西等於什麼呢? 那... 由於我們又遇到一個新的東西 這個東西又不是n 我們不可以用這個東西 剩下的我們就要... 翻回來我們的基本步了 就是我們只有這些東西可以可靠的 我們用回這一條... 加法的definition 那... 就可以見到... 或者你如果... 現在這一刻應該都可以見到的了 那我們從頭到尾呢 這個加法的definition 只有兩樣東西而已 對啦 就是這個和這個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數學規模法 玩出很多東西出來的了 那... 那... 今次呢... 在這個... nplus這東西加0呢 那... 那... 你看到nplus加m 就等於n加m的plus 那... 那... 今次這個m呢... 當然我們可以取0啦 所以... 這東西就會變成右邊 n加... 這個n變成0了 plus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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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回我們的induction hypothesis 就是我們上面assume的東西呢 n加0這東西 等於n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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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加0這東西...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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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證明了我們release to show that 的... 這一塊東西了 那麼...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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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說了... 我們就只是用這兩樣東西啦 那... 再加起在這裏... 그... 這個 successor case裡 用這個inductive hypothesis 對啊 那... 那... 沒有... 對啦... 那... 就完成了這個part啦 或者有些人会奇怪 为什么我刚刚会讲到 part one这一样东西 你看到这一套片 youtube的题目就会提到 我们其实的最终目的 是想证明 对于自然数来讲 加法这一样东西是commute的 就是说可以交换的 就是a加b等于b加a那样的意思 但是由于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一开始 只得assume了 这个加法的两条definition 我们定义了它可以怎么操作之外 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都需要做一点点铺电的 这里就是part two 然后如果我们做完part two之后 part three就可以直接去证明 它的交换性了 你看到这个是想证明 n加m 这一块很奇怪 叫m加加这个东西 m plus plus这东西 你看到我 我太懒了 那这个是我直接在本书里吸出来的 那它那本书呢 就是想 I'm sorry 它本书呢 是用这个n plus plus 就是你看到这个n plus plus 这个notation 其实就是等于successor 那样解译 就是我这一套 所用的这个plus 那由于你看到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打横地写上来 就会看到很多n加m plus plus 那说出来它就会更加复杂 那么我一般就不会说 佛佛佛的 那说呢就是说它的successor 会比较容易了解 或者 是的 也許盡可能,有時候我經常都會說錯話 這裡,看回這條東西,就是想證明 N加M的successor 就會等於N加M 整個東西看起來做一切 因為這東西是自然數出來的successor 然後又可以開... Sorry 然後就可以看回我們老伴學的方法 那就是數學歸納法 那這次呢,你只寫數學歸納法 別人就開始混淆了 那究竟你是要... 見得在哪一個東西呢? 因為這次我們有N和M兩個variable 變成後面這一部分是必要的 按哪一個variable 在N 那就是這樣 那別人就... 你寫出來,你寫的證明 當然就是想別人減少他混淆的機會 對不對? 那當然有些... 就是其他書的作者 或者因為有很多原因 那他... 就想把他寫成... 好像一本天書一樣 搞得所有人看不明白這些 他們有他們的考量 那... 至少這個不是... 起碼... 不是我現在的Style 就是這麼簡單 那... 然後呢... 開始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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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波... 我們可以... 做一個... Base Case 做Case Zero N是什麼呢? N這次是... Zero 那... 但是你見到呢... 因為左邊有點複雜 右邊又有一點複雜 我這樣看上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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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是一般來說 應該都要這麼做的 只不過... 上一條 你見到2.2.2 應該是... 它比較簡單一點的 右邊只有一個variable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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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呢? 這個... 要用到... 我們... 之前... 加法的defination 那... 這個變成... defination 那... 那... 就講過0 加... m 就等於m 那... 那... 因為... 今次剛好是m m可以是a 可以是b 可以是c 那... 那... 只要它一個自然數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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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會講到... 關於自然數的successor 它都是一個自然數 那... 那... 所以是work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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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or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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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 右手邊呢... 嘩... 好了 右手邊呢... 就是這塊了 我們要證明... n... sorry 這個... 0 0 括弧 0 加 m 這個的successor 等於什麼呢? 那... 這個... 由於直接在括弧裡面 那... 今次這個... 關於加法的定義這個東西呢 就可以直接用在這個括弧裡面了 0加m 就是等於m 那... 那我們今次都不需要怎麼解釋 這個就是等於m 那... 這個是括弧裡面的嘛 括弧外面這個... 跟著這個東西 好了 那...我們已經證明到左手邊 等於右手邊了 這個是等於... 右這個等於這個 所以左手邊等於右手邊了 我們搞定了 第一個case 然後我們就可以assume 了 assume 這一條 整條都成立的 對... case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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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東西的successor 然後呢 對了 那... 你會見到最初我哀心一點 我是喜歡... 整天都會寫release to showdown 其實不寫都沒有關係 但是... 我喜歡寫 那... 就是... 你入後看回的話 會... 清楚一點 清楚... 清楚一點 你那個... mind map 或者你... 你那個roll map 寫出來就是roll map 那... 就是... 你想之後要做些什麼 別人... 就是第二手要過來看的那些 都會知道你想做什麼 那... 然後... 按... 按... 這個東西呢... 就會更加...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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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要做些什麼 的 那... 這個東西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 願望 叫做... release for... case...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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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left hand side 和 right hand side 這次都要拆的啦 就是簡單的case都要拆 那麼難的case 就不掉了啦 我們左手邊是什麼呢 就是...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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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個東西... 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我們可以...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人踢得... 是不走的... 放在這裡先... 待會再研究一下 right hand side是什麼呢 right hand side就是... 這個...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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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什麼可以用呢 先...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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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這樣... 這個東西呢... 你看到... 其實呢... 我在中間已經剪了片啦 把我剛剛好... 白癡地在這裡... 要大家等的過程呢... 免... 在... 這個螢光幕上面呈現給大家 這個東西呢... 就是... n... 就是... n... 加...m... 這個呢... 剛巧就是... 我們... 其中一條加法的... hypophysis... 所以... 是加法的... defination... 這個是... 這個是...defination來的 所以呢... 出到來... 就是... 這個東西... 是...m加m... 的... plus... 那... 這個呢... 是... 我剛剛... 綠色畫著... 真的是... 括弧裡面的東西 所以... 如果要清楚一點點的話... 那我... 怎樣做好... 呢... 加一個... 這個... 括弧... 我填這個括弧... 如果把它變成紅色的話... 填上外面的... 那個... 就是這一塊的... 所以... 裡面的... m... successor... 加m... 這塊... 就會等於藍色的裡面的這塊... 然後... 這個就是... 那... 至於這一塊是什麼呢? 嗯... 這一塊呢... 我們... 什麼都不用做的... 那麼... 我們可以看回... left hand side這邊了... 這個... 那麼... 我們想盡可能用回我們的... Samsung呢... 那麼... 我們... 就把這個... 所以... 今次呢... 我們右手邊... 又是用回... 我們的... 加法的定義了... 這個等於呢... 是一個定義來的... 那麼... 那麼... 加法的定義是什麼呢? 我們只是定義了... n 的successor... 加m... 那麼... 由於m又是... 溫騙所有的... 自然數啦... 那麼... 這個當然都是... 自然數... 是認舉這樣做的... 這個東西會等於什麼呢? 你記住這個定義啊... 或者自己可以... 寫一次就會知道的... 那麼... 這一塊東西... 就是... 等於... 先... n... 加... 對於這個是... 整個東西照抄... 即是你看到的... definition 本身是... n... plux... 加... m... 等於... 括弧... n...加...m... 這個東西... 的plux... 那麼... 今次m... 升了... 格呢... 這個可以叫做升格啦... 這個m升格的話呢... 這個跟著那個m的... 對啦... 那麼... 你看到... 這個很帥仔的括弧呢... 就是... 可以用回我們的... inductive hypothesis... 就是這一條啦... 那這一條... 整條... 如果我們搬下來的話呢... 那就會等於... 寫好一點啦... 這一個呢... 即是它本身裡面又是有一個括弧啦... n... 加...m... 括弧... 呢... 就搬回到這個大括弧出殿... 好啦... 那你見到呢... 今次的左手邊跟右手邊呢... 那... 又是除了顏色之外啦... 當然... 不算這些啦... 那... 那... 這個form呢... 都一模一樣的... 那這次呢... 我們又成功... 證明了... 這個左手邊跟右手邊啦... 這個呢... 就是... 我們... 需要證明關於... 自然數... 呃... 的加法是... 可以交換的第二part啦... 好啦... 終於到氣玉啦... 那... 那這次呢... 當然就是要打最大的那隻老虎啦... 那就是... 自然數的加法呢... 是可以交換的... 也就是... A加B的B加A啦... 你見到它換了... 另一個符號... 一模一樣的而已... 我的代數就知道啦... 那... 那... 繼續用我們的數學規立法啦... 按... 隨便一個variable啦... n啦... 用開n就繼續用n... 開始啦... for... case0... 那... 習慣了... 拆就拆啦... 左手邊是... 0... 加... m... 等於... m... 記住... 0加m這塊呢... 是由definition來的... 0加m等於m... 那... 而右手邊這一塊呢... 就是... m加0... 那... m加0呢... 這個東西... 要用回... 就要用回... 我們... 的... 第一part的conclusion啦... conclusion只不過換了符號... 是n加0而已... 那這個東西... 要等於... 原本這塊數的... 那... 這一個呢... 是我們part1的... 那... 為什麼要這麼囉嗦呢... 那... 就是因為... 有很多原因... 我們才會... develop 到這個... mathematical analysis 這個4的... 如果不是... 每次都憑直覺的話... 那... 我們學完美積分就算啦... 我們不需要搞這麼多東西啦... 對不對... 那... 對了... 所以呢... 關於... 為什麼這些東西會這麼囉嗦... 那麼煩呢... 尤其是... 每一個等好... 差不多每一個等好... 當然我之前可能留了... 你們可以補回的... 那麼... 每一個等好都會有它的原因在... 那如果等不到的話呢... 那才要... 基本上很多都等不到... 就是... 不可以一... 不可以第一眼就看穿的話... 所以要... 那... 那... 基本上日後都是這樣啦... 那... 第一個case搞定... 然後... 就是... assume... 那... 那... 在這個case n 的時候呢... 它是成立的... 即是... n加 m 就會等於... m加 n 了... 那... 之後呢... 又是很囉嗦一句啦... 就是... 這個是我們的... 終極目標... 真的是終極了... 因為搞定了這件東西的話... 那... 就等於... 這個加法呢... 就就是... commule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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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怎樣做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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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m. m eher tb плюс xn ..? 請點個字... 這個讓回到哪有例子呢... 看一下清楚... 這個又是... 關閃閃閃閃女方... 剛剛的答案沒有什麼難度... 然後呢... 基本上可以在這裡完結 既然我們這一步是 Inductive Hypothesis 的下一步 我們當然用完它 或者在這裡不用也可以,一會再用 因為Logic Flow 是這樣的 在這裡,看到OK,樣子停住 這裡才對 Y-Hand-Side 是什麼呢? Y-Hand-Side 是 M加 N Plus M加 N Plus 是什麼呢? 這個要用回第二部分的 Conclusion 只不過第二部分的 Conclusion 剛巧倒轉了 M 和 N 的 Variable 所以,你得出的是 M 加 N Plus 那好啦,你無論之前用還是之後用我們的 Inductive Hypothesis 都一樣 那你只要看到只要交換了這一個的話 那這條題目就完成了 那就寫上去吧 上面寫上這個 N加 N Plus 對啦,這樣就完成了 欸,綠色在哪裡? 在這裡 這一塊是我們的 Inductive Hypothesis 出來的 對啦,這塊就完成了 到這裡 到裡面 ..到這裡